早安給大家 剛剛一份醒來 其實我先做了一份茶 我用這個茶袋 然後去清除這些茶葉 我今天喝的也是有百步一針 有一種很清甜很淡淡的味道 我可以做一個冷泡茶 大概入了這麼多 然後把它包住 然後浸泡四個小時 放在冰箱裡 四個小時就可以了 它會慢慢浸一些 內含物質出來 Hello 大家好 我是Risia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兩天的Vlog 時間已經到下午了 我終於可以上班旅帽了 因為我老師在歐洲那裡回來 所以我約了他今天 2點3左右上班旅帽 我再過五小時就準備出門了 然後上完芭蕾帽之後 就看看今天有沒有拿花 因為我明天畢業禮 我老師的課程 只是讀一年 就是我選了全時讀 所以很快就完成了我一年的學業 還有我也想整理一下房子 今天我最近家裡也很亂 因為多了很多新的書 還有可能買了其他新的東西 還有也要清一下書櫃 整理一下書櫃 所以就比較嫩一點 那我芭蕾帽 我就把這件衣服穿在裡面 在這裡 這裡有一件 那我到時進去就直接脫掉 這件衣服就可以了 然後要戴這個芭蕾帽 那這個就是我在日本買的鞋袋 可以拿出來用 然後就是有這個包裝 裡面 就是放了很多一些緊急用品 那其實我一向都有這個包裝 裡面就不是化妝品那些 因為我不會帶化妝品出去的人 但是就是消毒酒精 就是百花油 指控藥藥水 這一種 那這個包裝 最近新買的 可以剛剛好地放了所有東西 現在就在等花店那一幅 其實本來我是約了明天才去拿那個花 那我就看看它今天會不會可以做得到 如果它今天砌完的話 今天去拿會好一點 因為要去到荔枝角那邊拿 那我去年的那個筆劫花束 也是在那間那裡買 那我明天就沒有叫到 特別多朋友過來 因為我很多朋友 他們都正在回滿時間 那我免得他們特地拿假 所以我只叫了幾個 就是他們工作比較彈性一點 可以就到時間過來 或者還在讀書的朋友 所以明天主要是三個朋友過來 那我也不打算站好 而且今年見畢業店 我是租的 那我打算明天走完畢業禮 我就直接去還了見畢業店 現在去學跳芭蕾舞 然後跳完舞之後 就順便去拿一束花 店主回覆了我 他說可以的 可以去拿花 那今年的花 我是給店主自己發揮的 即是他說了我喜歡 比較偏白色的色系 我去年那束花幾乎是全白的 那今年就看看 他會幫我配襯了什麼 超漂亮 這裡就是我明天畢業禮的花 我叫那個番茄師自己設計 然後他就幫我這樣搭 早安大家 今天是畢業禮正日 現在已經早六五幾 我就排起來 然後要去訪 我見畢業店 那今天的畢業禮呢 是十幾點多左右 那但是我現在就 早一點就開始 開始 我準備好了 那現在打算早一點 跟家人 先回學校 那順便帶他們 走一走 就是等一會他們畢業禮後 要在哪個位置 因為畢業生 和家長 他不會坐在同一個位置 那以後呢 其實我本身在糾結中 好不好買多一件 一件白色的衣服 因為我沒有一件短袖的衣服 是可以 就是樓要在外面 因為他畢業袍 那條帶應該夾在外面會好一點的 但我就 算了 我免得賣 因為上一次拍畢業照 其實也有方法解決的 所以呢 我現在就準備出門口 這個是桌子一樣高的 美女朋友 一樣高 她還要穿高衣鞋 我們現在上去了 嗨 好 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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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正在买B.U. 哇!很浪費! 很熱! 我們就來用吧! 大家再拍! 拜拜! 拜拜! 大家,我們終於走過來B.U.了! 我們出來了! 哇!好熱! 好熱! 今天突然下雨! 又焗又下雨! 好,很煩! 大家,我們加入這個幸福的人士了! 請展示一下你手上的花! 我們數一下! 3,4,5 哇!你看!我寫的! 嗨!大家! 你看! 多多花! 我剪輯花! 讓大家展示一下它的美貌! 這個叫鏡中鏡中鏡! 對!對!你努力吧! 你這裡的花! OK! Y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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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登登登!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 B.U.了! 嗨!大家! 她超幸福的! 今天收到六集花! 啊!五集花! 讓大家展示一下她的美貌! Yay! 好不好,大家? OK! 我努力點一下她! 對!對!你努力吧! 你不要指得我這麼慘! OK! Yay! Yay! 我貧貧對我的口很愛! 整車都是花! 登登! 哈囉!我回到家了! 終於到了下午五點鐘 我完了畢業禮回來了 今天整個Vlog的影片 由這邊開場然後這邊結束 我今天也剛剛收到這個閱讀器 這是我爸爸送給我的生日禮物 再當成畢業禮物 因為我七月份生日 所以現在是提早送 這個也是我請求的 就是她問我生日想要什麼 我終於買了一個電子書的閱讀器 還有幾條影片才說不打算買 然後看了兩條影片之後就買了 它就小小本的 它沒有其他功能的 就只有看書的功能 但是我這個牌子就不是Kindle 我就是選了這個品牌 因為它可以支援比較多 就是我想看的不同類型和不同語言的書 所以呢 所以我就選了它 那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今年畢業了 那我下年就會正式出來工作 那首先是工作上呢 我也是有好消息的 愿無意外 過多幾個月就會入職這樣 但是呢 會不會說我開始做全職之後 我這個study freezier的主軸 就會變成不是study呢 那其實就不會的 因為對我來說學習這件事是終身 還有呢 其實我是有意欲呢 是繼續升學的 其實我本身呢 是有想過呢 今年 讀完Master之後呢 就直上PhD 就是讀博士這樣 因為呢 讀博士它的邏輯呢 和大學和碩士是有些不同的 基本上它不是太關你成績事 而是你去面試之前呢 你交份proposal 然後你要找一個professor去對頭的 就是你會幾年去研究一個topic的題目 那所以呢 那個professor他寫些什麼 他帶不帶到你 或者你的題目 夠不夠吸引去令到學校取錄你呢 這兩個會是一個關鍵的因素 那因為我們學院呢 其實這幾年來 都是很大的人事變動 就是他會保持著 可能會有些新的professor上位 也有些professor退休或者離職 那所以就變相呢 我是有心水的題目 本身是準備好了的 但是呢 因為我之前想跟那位老師 那他就已經沒有在學校了 然後呢 有個新老師可以承接到這個題目呢 但是因為他是新的教授 那所以他不可以第一年就收PhD學生的 那所以呢 這個計劃我就暫時割置了 那還有呢 我也是很現實的問頭 要考慮錢銀上的東西 就是我不可以無限地 不停去讀書讀書 如果不是的話呢 我直接出國讀 是不是 如果我可以不用考慮錢銀的東西 那所以呢 我一定是要把找工作這件事放在首位 就是讀書這件事某程度上是一個興趣的 你問我 讀完PhD是否因為很想在大學上教呢 那其實又不是的 那所以呢 就變相我應該會 因為我的職業的需求 那我以後再慢慢 即是如果我真的想說 我才再跟大家透露 那以後呢 我應該會是讀多一個 和現在音樂是完全不關的一個Master 但是就不會是今年的 因為我還有 多兩三年的東西是要進修 那也是和工作有關 那所以我會為我的工作呢 可能會用多三至四年的時間 然後呢 如果到時OK的話呢 而我又繼續想讀PhD的話呢 那我會繼續讀PhD的 因為學習這件事對於我來說 就算這個世界沒有考試這件事 沒有說一定要讀書 你都可以有條很好的出路 我都會選擇讀書 就是我覺得這個是每個人不同 我覺得我的人 真的興趣上是喜歡讀書的 那所以就 Study Freecia這個頻道呢 並不會說 因為我畢業就沒有了 或者是完全轉型的 就是我也是這個我 那所以就 希望大家如果喜歡我這類型的影片 的話可以 就是可以繼續關注我 繼續看 那我也很感謝很感謝 就是今天 那些各位的朋友 他們過到來 雖然我不是叫了很多人 那我也很感謝他們的口愛 送了這麼多花給我 真的很感動 每個人都送了一集給我 那所以就 那這次這段vlog呢 就暫時來到這裡了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次的影片 那我們就下條影片再見 就這樣 拜拜